為了要奪回台中立委第五選區 台中市長盧秀燕親自出馬 台中市長盧秀燕站臺同黨立委 參選人黃建豪喊出交棒 更批綠營立委 對於台中綠美圖巨蛋 還有會展中心 總共超過兩百三十億的重大建設預算 都沒幫忙爭取中央補助 還在睡 被點名睡覺莊敬成反批 盧秀燕擔任立委時沒努力 還拿出手板反駁 幫地方學校建設爭取到二十三億 進過哪幾個區 內副總統可能不知道 我們現在講給內副總統聽 中區西區北區北屯西屯 大肚殺戮獨棄樓擠 九個區域 盧市長我們真的覺得是你在劃人 怕人劃救人不積極爭取不積極提出計劃 我們其實看在眼裡交集在心裡 請你盡速提出這些合理的交通建設 跟城市建設的計劃讓我們可以來爭取 讓我們可以來盡速的建設大台中好嗎 選戰逼近盧秀燕出手輔選翻轉本命 台中北北屯區大開地圖炮 從綠營立委打到賴清德 卻連台中捷運藍線經過的行政區域也講錯 綠維反擊雙方交鋒 拳拳到肉 記者張一志許家師台中報導